健身工廠經營寶典登登登 本土最大連鎖知名健身品牌健身工廠 推出健身房經營專輸 健身工廠經營寶典 書中公開健身產業鴻海中的勝利方程式 因應少子化 健身工廠也深入學校開設證照班 引領年輕人培養跨領域能力 和就業競爭力 這本書其實我們剛開始的出發點 是以所謂的教學為出發點 然後再結合學術跟食物面的一個結合 來出發這個書 另外因應2025年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 健身工廠建構智慧銀髮健身 近四年有185位教練 取得銀髮體式能證照 為銀髮族開售教練課 透過運動維持健康達到活力長壽目的 我們透過證照課程的系統化 先把教練準備好了 我們轉換了一個比較友善的方式 讓長輩們可以不用加入會員 然後加入我們的健身團體的課程的一個健身班 然後透過結合社交社群的一個功能 讓長輩們可以在快樂中學習 在運動中學習 而且一起迎接自己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健康的退休人生 我們未來還是持續以健身工廠的佈局 好 那我們現在目標是到2027年可以來到100間 我們在第三季就有即將上線的電子商城 同時我們在既有的餐館呢 我們有開始規劃一些所謂的輕蝕區 引進所謂的智能販賣機 來擴展我們的一些營運動能 透過健身工廠經營寶典這本書 作為想賣入健身運動產業管理者的交戰手冊 讓讀者看見健身工廠的無限可能 共同創造下一個18年